大家好 歡迎收聽臥草喵政治 我是臥草的總編萌萌 我是臥草的飯 臥草喵政治每個禮拜幫政治新手 瞄一下台灣重要的政治議題 對 可是我今天早上 我們收到同事一個 丟到我們群組的訊息 你還是要講一下 我們也要講武漢肺炎 嚇一跳 有關啊 我當然這樣接也有關 所以那個重要訊息是什麼 我剛剛看到他傳給我們訊息 說什麼阿湯哥的武漢肺炎 嚇一跳 真的假的阿湯哥 我也有看到阿湯哥 我趕快去搜尋 結果不是 不是阿湯哥 阿湯哥 是湯姆漢克斯 是湯姆漢克斯 那也很重要啦 但是表示說這個疫情 其實不只現在在中國 在世界各地 你看連這些名人啊 演藝人員啊 還有NBA球員 都已經有染那個武漢肺炎 娛樂圈啊 體育圈 然後不只中國 歐洲、美國、澳洲 現在到處都是了 所以他已經 你算是說重要嗎 我覺得就是也是major啦 但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政治議題 為什麼不重要 好 反正呢 因為既然又要再講武漢肺炎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切一些不一樣的關聯 沒錯 那我就發現阿 其實這個武漢肺炎 讓台灣在國際的 能見度 好像有蠻多 優勢的 而且蠻正面的 就是大家很多 國家都會對我們有很多的讚美啊 說我們的疫情控制的還不錯啊 然後表現得很好啊 沒錯 因為我們明明就在武漢的旁邊 對 因為武漢在中國嘛 我們在中國超近 然後卻好像我們這次的疫情 卻沒有像其他周邊國家那麼嚴重 就是整體表現得都很好 還不錯 然後這讓我覺得 你覺得 那既然我們表現得這麼棒 那我們有沒有機會加入 世界衛生組織啊 喔 台灣會不會因此有機會加入WHO嗎 因為我們一直以來都不是 就被踢出來嗎 不是會有 但這個我覺得也會讓我們 讓我想到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那我們既然我們防疫那麼好 那我們現在加入WHO 還有什麼意義呢 嗯 這個另外一個 覺得等一下我們可以跟大家討論的問題 然後最後我也想問萌萌說 好今天 OK你們台灣真的好優秀喔 我翻證 我要讓你WHO 要讓你加入 可是你要改叫中華台北 那不能叫台灣 叫你叫中華台北 那你願不願意 這是一個好問 欸對剛剛講阿湯哥嘛 那 你最近是不是很喜歡喝什麼湯 我記得你今天一直在講 你一直在創造湯跟湯的連結 對 沒有你今天一直在講那個什麼湯啊 你說泰式酸辣湯啊 對對對 所以那個在幹嘛 泰式酸辣湯 就是我最近還蠻喜歡喝的 沒有啦 沒有是 你如果有在刷一些什麼IG影片啊 然後Youtube影片 然後你就會發現泰式酸辣湯這幾個字 一直跳出來 那事實上不是只說某種湯好喝 不是被打廣告了 對不是 你可能會害我回家滑的時候 我的IG就會出現泰式酸辣湯 各種酸辣湯啊 重點 重點是 就是WHO現在密集的開一些國際會議嘛 然後WHO有一個秘書長 有一位就是現任的秘書長 譚先生 譚德賽 譚德賽先生 然後他是從疫情爆發之後 就是各種堂戶中國 一直說中國好棒喔 對啊 哇中國的疫情控制得好好喔 我看很多新聞都在看到這個畫面 對 然後結果他這種堂戶的行為 其實各國委員都看在眼裡 看不下去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的泰國的先生 泰國代表去開會的代表 看不下去了 於是現場把酸辣湯潑在他臉上 沒有 不是喔 我說 反正他就會開始酸啊 就說 我覺得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改去武漢辦 那個國際會議了 我覺得如果我老婆同意的話 我願意用我一半的退休費 來支持這個會議去武漢辦啦 就是你那個譚德賽 如果中國真的像你說那麼棒 好啊那我們現在去中國武漢開會啊 敢不敢來啊 去開我付錢 知道感覺 反正我跟你講這個 其實這也不是新聞 就是其實他是一個月前 在會議上的一個 好像是蠻久以前 一個紀錄啦 只是有些 可能有人有在看直播吧 就跟你一樣 早上都會看一些立會直播 然後就把它撿出來 然後就台灣奉傳 然後台灣人都叫好 喔 可是那個禮拜 泰式料理店賣的特別好 原來 原來是泰式料理店的陰謀 原來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這樣其實就明顯的看得出來 雖然WHO的那些官方在講說 啊中國很棒 但是其實參加這個會議的其他國家 根本就看得出來 中國防疫根本不行 所以才會在那邊酸 酸那個譚德賽說 啊你這麼了不起 那你去開會啊等等的 所以其實這一次的疫情 大家不只看得出來 中國不行 就像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中國不行但是什麼 台灣可以 對沒錯 台灣可以幫助 所以從各國的媒體啊 或是他們的官方一些回覆啊 都會提到說 欸我們可以參考台灣的經驗啊 因為台灣的防疫做得很棒 像我們剛剛說 我們其實在這一陣子 蒐集很多文章 像是他們有法國的媒體 英國 紐西蘭 紐西蘭還有他們的 有點像我們的衛福部長 他們在記者會的時候 公開發言稱讚台灣 然後還有美國的各個媒體 紐西蘭 然後剛剛講過紐西蘭 然後日本韓國 還有像阿拉伯國家的一些半導電視台 其實他們都很在意說 欸台灣怎麼那麼厲害 因為原本你看台灣 大家應該都知道 台灣跟中國離得非常的近 原本大家都以為 台灣應該是中國以外第二產的地方 對啊 沒想到現在我們已經 在那個染病的排行榜裡面 已經排都排不上去了 對 所以我就延續嘛 那既然我們表現得這麼好 那WHO是不是 應該要給我們一個機會 進去貢獻一下我們台灣的 你說加入 就趁勢加入 就趁勢加入 可是我覺得這個就會回到一個 有點尷尬的問題 哎 怎麼又要聊政治 沒辦法 這都是很政治 如果台灣要加入WHO的話 是要以什麼樣的身份加入呢 就是台灣又 台灣是個國家嗎 台灣會被 被世界各國當作國家嗎 我覺得你可以趁這個機會 領一下那個脈絡 因為對於一般人來講 我就是很單純覺得 你就是開一個席次 然後讓我坐進去就好 不就這麼單純嗎 那為什麼搞得說 嗯 我們要進去不進去 為什麼要搞得那麼複雜呢 能不能進去的問題 這個事情就要從1971年開始說起 又要說故事 因為其實像 各種世界組織嘛 像那個 像比如WHO 一樣是聯合國俠下的一些國際組織 那 台灣 當然 你可以叫做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其實在1971年的時候 被趕出聯合國 但你知道這所謂的趕出聯合國 其實它背後的故事是這樣子 就是 聯合國通過了一個 決議案 就是這種投票表卻通過的 讓那個時候聯合國的 China 就是中國的席次 原本這個席次呢 這個位置 是由中華民國的人 去坐著參加會議 但是呢 那個投票通過了 決定 把這個位置上面的人 由中華民國的人 換成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 所以同一張椅子 換一個人坐 所以 那個席次沒有被拔掉 只是上面的人換人 所以呢 所以現在呢 就是變成是 那個席次名稱 一樣叫China 只是從中華民國 變成 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它沒有 增生一個席次給我們 對 它並不是比如說 我加一張 當初加一張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椅子進去 然後呢 然後中華民國的椅子拔掉 不是這樣 是同一張椅子 換人坐 所以聯合國這樣那個時候 換了之後呢 狹下各種的一些國際組織 陸續就被拔掉 因為這國際 當時的國際情勢的關係 所以就陸續發生像這樣的狀況 然後之後呢 因為各種 包括可能之前大家有聽過吧 像那種一個中國原則啊 就大家可能 這個世界上就一個中國啊 然後那個中國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唯一的合法代表 所以如果台灣自稱這個中華民國還是 也是自稱為一個為中國的話 大家都會覺得說 欸 你幹嘛去搶人家中國的椅子 對 就是你不知道這個脈絡會覺得 我們在搶它的座位 對啊 但其實我們是想要為自己 再增添一張椅子 對 就是我們 可以換一個方法嘛 我們不要去搶中國的椅子啊 我們應該要新 拉一張椅子的時候進來 說欸 我可不可以自己拉一張台灣的椅子進來 這樣子應該對 相對很正常嘛 就不會說是要跟中國搶那個代表權的問題 而且這個問題現在還是沒有辦法 談不容 對啊 因為現在在這種國際社會的投票 其實要 投 要在這個世界各國投影中國 因為中國的影響力 他們在非洲很多國家 又有很大量的那個 資源投入啊 一帶一路等等的 所以這些票數基本上都還是會 支持 中國 而不會讓台灣加入 那你覺得好 我們現在其實疫情 算是控制的 還可以啦 還行 保守的講 對 這種話感覺一講就會出事情 對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有沒有加入WHO 差在哪裡啊 加入WHO的目的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 還是 還是有查 就是說 因為 我自己是覺得 有幾個角度 就是 以 因為你如果要 你身為一個地球村的一員嘛 你要參加 不參加 那應該是 就是你本來就有參加的權利啊 你說你進去之後 你的疫情防疫 不會因此有幫助 那也許是真的 但是 我有權利參加 我就應該參加 就有點像投票權 比如說你說 有些人 你又不會去投票 你幹嘛爭取投票權 過去也許像美國 或是像世界各國 黑人啊 或是女性啊 或是一些 也許是一些少數主義啊 說你們投票率又不高 那你們幹嘛去 幹嘛要爭取投票權 老子就是要有投票權 我不去投 是我的事情 但是我應該跟每個人一樣 都可以去 享有應有的權利 我有想到另外一個點 就是加入一個國際組織 他應該是為了 全人類的共好 對 就是我覺得比較 比較高 如果我們唱高調一點的話 清高的點是說 我們台灣做得很好嘛 生存下來 或是 就是 疾病被治好 是一個人類的基本權利 然後我們加入這個組織 也可以貢獻 我們的資源 我們的技術 然後讓說 其他的國家也可以去 就是根據我們的經驗啦 去幫助控制疫情 等等 就算我們不能從裡面拿東西 但至少我們可以給東西 其實說到這個 其實當初在 當年SARS的時候啊 我們就因為沒有加入那個WHO 因此有些防疫資訊相對落後 而讓我們那個時候成為 有些防疫的破口 所以你可以想像 有一些如果我們有加入WHO 那個當年的SARS 有些人或許是不用 不會死 不會的 我記得我們討論這個問題嗎 因為你說資訊 資訊這個概念對我來講 是說我早上聽到新聞 跟晚上聽到新聞 就有差嗎 沒什麼差 但是WHO它提供的資訊 其實不見得是訊息 請看復健檔 然後就可以傳訊息給別人 這樣 有些沒有那麼簡單 尤其是疫情嘛 因為你可能需要培養一些 就是抗體啊 或是你要研究那個病毒 你必須要有那個病毒的那個樣本 病毒株 那個叫什麼 生物嗎 對 你要有那個樣本 對那個樣本 你必須要有那個實體的樣本 你才可以拿到實驗室去做實驗 然後去研究說 到底要怎麼去對付它 所以我們過去就必須要很曲折 因為我們不在那個會議裡面 你不能直接加入那個會 然後就領那個病毒 對 你可能要很曲折的 然後請日本幫忙 請美國幫忙 或是請其他友善的國家幫忙 才可以輾轉的拿到那個研究的物質 到時候就是等你開始研究 你都比別人慢一拍了 那對我們防疫當然會有影響 只是這次我們真的很快 所以相對的 好險 好險是我們有經驗吧 對 就是我們有這個被排擠的經驗 所以我們就學習了 當個被排擠的小孩 就要如何學得自立自強 好 sad啊 沒錯 對 但這個也不能就因此不加入 我們有權利就是要加入 對 那最後啊 問萌萌 今天OK 這些事情 WHO說 你很棒 我覺得你對WHO應該會有很多的貢獻 對這個國際的疫情 都會有更好的貢獻 但是呢 我們沒有要拉一張椅子給你 可是你可以用 中華台北的名字進來 你會變一個小本凳 坐在中國的腿上嗎 喔 畫面好不舒服喔 因為其實啊 我們在 過去 怎麼推 就是中華民國被 所謂趕出聯合國之後啊 其實在 後來馬英九政府 2008年 2009年上任之後 曾經 有用中華台北的名義 加入 觀察員 對 但是其實呢 就是 大家知道中華台北的英文是什麼嗎 就是 Chinese Taipei Chinese Taipei其實 中國的台北 對 就是中國的台北 你就這個理解上就是 屬於中國的台北 那 當時在 後來揭露一些文件 也可以發現就是 其實我們當時就是 有點像是默許 被當作中國的一個省份的情況下 去參加這個會議的 所以 你說像 如果要 要沿用這樣的方式參與的話 那 其實就是看中國的臉色啊 還是要看臉色吧 對啊 那 你說啊 那我們加入用中國台北加入囉 用中華台北加入囉 那 哪一天真的又需要防疫了 那 一樣 中國就是不把資訊給你 你是當他的小老弟的話 那 一樣會被擋啊 一樣沒辦法 一樣沒辦法 這個 得到應有的資訊 或是你哪天惹他不開心 又要被他踢出去 所以如果我們要加入 我們是平等的加入 對啊 我們是拿著那個席次 對 自己拿一張椅子 對 然後獲得相同的權利 對 跟中國是平起不住 不要坐他大腿 就是 對 那 那現在好 我們現在是 沒有辦法得到這個平等的方式 進到席次嘛 那我覺得 其實台灣政府也是有很努力 想辦法 讓我們的國際聲量 在WHO上 被聽見 官方民間其實都有很多的組織動員 去每年他們開會的時候 就會飛到他們開會的地方 現在瑞士 瑞士現在也是疫區了 我們在他們外面開很多周邊的會議 你知道嗎 然後去參加一些 就是 不是主場的會議 但是周邊的會議 我記得 前兩天有舉個例子 我覺得很生動 亞維農藝術節 你有聽過嗎 有有有在法國的藝術節 對在法國藝術節 他們一開始辦的時候 也都是邀請一些很有名的 很大咖的藝術家來表演啊 然後就有很多民間的 或是比較非主流的藝術家 沒被邀請 沒關係 他們就想說 好啊 你不邀請我對不對 那我就在外面演 啊 一定要管你的 然後那個他們就 藝術節辦的時候 他們就直接跑去現場 然後就直接演起來 就沒有想到現在 亞維農藝術節 紅的是外面那些周邊活動 周邊活動 對啊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 我們那時候常常去就是這樣子 就是有些 Site Event 就是不是那個 WHO 或是他們大會的活動 但有些相關的周邊的活動 我們就盡量參加 而且其實因為真的 我們對於 我們在醫療方面 對於國際的貢獻 真的是蠻高的 其實之前也有人 也有那個 有那個立委質詢的時候講過 我們其實也不一定要去瑞斯辦 我們其實也或許也可以在台灣 我們邀其實各個國家的 衛生的代表 來我們這邊開會 我相信其實世界各國應該也很願意 來吸取台灣的經驗 因為你看各國媒體其實都很 都很想知道說 台灣到底怎麼做到的 為什麼這次會防的那麼成功 就我覺得我們如果真的有實力 我們很有能力的話 對自己更有自信一點 真的 我們不一定要靠一個國際組織 對 當然是能加入是更好 沒有錯 應該是說我們不一定要靠 不要坐在中國的大腿上 去參加這個國際組織 對 不要靠中國 我們自己其實表現得很好 真的耶 現在真的大家就是 很優秀喔 不會再講說靠中國的 呈現說我們就是這麼優秀 真的 當然是希望 保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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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要再增加 然後當然希望各國也是 每次講說不要 最近很少感冒的就會感冒 所以還是不要講太 保握好了 對 好啦反正 WHO的議題 我覺得它也不是一個很新的議題了 對 其實這幾十年來都是這樣子 不只WHO 要有各個世界組織 台灣目前的困境其實都很類似 都是要努力的表現 就是我們的存在感 然後我們很重要 我們是國際上不能夠缺少的議員 然後努力的去推 看大家有沒有可能有機會 有一天能夠有過半的國家 統一我們加入WHO 對 因為畢竟中國現在到處惹別人不開心 說不定哪天真的有機會 所以時時刻刻分分秒不能放棄 大家每個位置都要做好自己的戰鬥 對 那就也希望大家身體健康囉 對 對勤洗手 真的真的 就大家要多多洗手 好那我們這禮拜 握草標政治 差不多聊到這邊 沒錯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內容 還不錯的話 希望可以分享給身邊覺得政治很難的親朋好友 然後一定要訂閱我們的臉書IG 還有我們的YouTube頻道 以及之後可能會在Podcast上面 我們這個節目 沒錯 大家要記得 記得定期定額 對對對 你們如果喜歡我們的握草內容的話 一定要定期定額 支持我們做更多更好的內容喔 好那就下禮拜再見囉 下禮拜見 掰掰